字幕提供 哈囉我是夢露今天呢 我畫了一個很完整的妝但是沒有擦唇彩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些 我最近新入手的唇部保養品 還有一些唇彩的部分 那關於唇色的部分啊 我之前分享一些就是 可能我要素顏出鏡的一些影片 有網友留言問我說 為什麼我的唇周看起來都比較暗一點點 比較甚至有點黑黑的感覺 那其實我自己也知道 我有這個問題 然後我算是還蠻接受我自己這個缺點的 那我就想說應該也會有女生跟我一樣 就是唇色比較 覺得沒有那麼好看的一個困擾 所以就想說藉由今天這個影片 除了跟你們分享一些我最近新入手的唇部 產品之外 然後也跟你們分享一些比如說為什麼會造成唇色 這樣子的原因啊還有一些 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保養去改善等等 好那首先就是唇色的部分 其實影響唇色的原因有很多種 首先是天生的 有些人唇色天生就很紅潤 就是就算他不擦唇彩他看起來氣色也很好 那有些人唇色會偏紫 就是比較偏紫一點點 那有些人會比較沒有血色 我是屬於比較沒有血色那種唇色 那再來就是唇色比較暗一點點 就是有可能天生影響的唇色有可能會有這四個 四個顏色的存在 那再來就是後天的 後天的話有可能就是像你擦唇彩的時候 你沒有卸乾淨 那有可能那些殘妝就會造成唇色暗淡等等 那再來就是有可能防曬沒有做好 就是因為我們臉都會記得擦防曬 但是你有可能會忘記幫你的嘴唇擦防曬 所以嘴唇也是有可能曬黑的 那這兩個也有可能是造成唇色暗沉的一些原因 那我覺得我應該就是天生唇色就比較沒有血色一點點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以前化妝的時候沒有那麼重視卸妝 所以有可能沒有卸乾淨我也不知道 或者是我都沒有用一些可以幫嘴唇做防曬的一些護唇膏等等 所以才造成就是現在唇舟這邊 感覺顏色比較暗一點點 但我覺得傷害已經造成了也沒有辦法去挽回 那至少就是我們可以透過一些 一些保養簡單的保養 不要再去讓那個傷害更加深就好 那除了保養以外 其實雷射也是可以稍微改善唇色的暗沉 但是那是要一直持續的 可能你一個月做一次雷射 然後慢慢的去解決那個暗沉的困擾 它不可能一次就幫你把暗沉都解決掉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透過保養還是透過雷射 都是需要一段時間要有耐心的去執行 那再來就是直接改善唇色的方法就是去嗅唇 我之前蠻多人會去嗅唇的 就是直接改變你嘴唇的顏色 比如說利用比較紅的顏料 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東西耶 但是好像是可以透過嗅唇直接去改變你的唇色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去嗅唇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先透過簡單的保養去 至少不要再用嘴唇暗沉的現象再繼續加深就好了 好那以上就是一些影響唇色的原因 還有我們可以透過什麼樣的外力保養去做改善的一個部分 那再來就要來分享我最近入手的一些唇部算是保養品的部分吧 首先是這個 它是i2house的好清香什麼唇部去角質什麼高的 我不太記得它唇部的名字 那這個呢它擠出來其實就是像這樣子 它是有點像透明凝膠的感覺 然後它摸起來會有很像那種砂糖的顆粒感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就算你嘴巴不小心吃到應該也沒有關係 那我現在就是直接做一個簡單的去角質動作給你們看 你就先擠適量在你的手上 然後利用你的指腹去沾取那個去角質膏 然後像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量不用用太多 就一點點就好了 那稍微利用打圓的方式幫你的嘴唇去角質 那如果你覺得就是像我這邊唇周比較暗沉的部分 我就會稍微加強一下 動作都盡量輕輕的就好了 再來我先利用簡單的絲紙巾 把那個去角質的膠給擦掉 這樣子就幫嘴唇去完角質囉 拉近你們看 像這樣 雖然說我的唇周這個暗沉 嗯...還是在啦 我覺得不可能透過簡單的去角質就完全改善暗沉 那我覺得去角質它是一個 至少可以讓你的唇部肌膚的質感狀態是維持在一個 感覺比較平滑比較嫩一點點的狀態 所以說如果你的唇部本身比較容易可能乾燥有死皮 就是感覺比較粗糙一點的話 你平常也可以加強幫嘴唇做去角質這個動作 就像你會適時的幫你的皮膚做去角質一樣 其實嘴唇它也是可以做去角質的 那去完角質之後呢 你可以來擦一些護唇膏或是唇膜的動作 那唇膜的部分呢 我最近收到的是這個 這是蘭茲的睡美人唇膜 那這個唇膜是小米送給我的 生日禮物謝謝小米 那這個唇膜的話呢 我通常是在睡前才會加強用比較多的量一點點 那它打開之後呢 裡面是長這個樣子 有的人說這個很像擦完會變成豬油嘴 就很像你吃完什麼很油膩的乳肉飯 嘴唇會變得油油的那種感覺 它的滋潤度的確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的嘴唇比較容易乾燥的話 其實睡前也是可以利用這種唇膜來做加強那個滋潤的動作 那因為我等一下還要上唇膏 所以我的量就不會用太多 它裡面有附一個這個小湯匙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就稍微利用這樣子的量 然後呢就是一樣 像擦護唇膏的方式這樣 在你去完角質的嘴唇上面擦上唇膜 這罐唇膜它的滋潤度真的超高的 我拉鏡給你們看 就是它會變成一個很油亮的感覺 所以它的滋潤度也會比護唇膏來的高一點點 那睡前的話我就是會利用這種滋潤度比較高一點點的唇膜 去加強最唇的一些修護等等 那如果說像有一些學生族群 如果你覺得你的預算有限 你覺得這種比如說專櫃的唇膜 你覺得有一點點貴的話 其實也是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唇膜的方法 就是這個東西 凡士林 我覺得凡士林它真的超好用 它是寶物 我記得我之前大學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有唇膜這種東西 然後我也不知道什麼去角質霜那種東西 我們那個年代那種東西還不流行啊 那我覺得去那個凡士林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用而且方便的東西 比如說這種去角質霜 我剛剛有說它裡面有點像那種砂糖的顆粒感吧 然後它就是 我覺得它外面頂多就是像增加一點那種 護唇膏滋潤的感 感覺讓你在 幫嘴唇去角質的時候 不要太缺拉扯到唇部的肌膚 那其實你自己也可以拿一點 細砂糖 然後加一小時凡士林拌在一起 這樣子也可以做一個比較簡易型的唇部去角質霜 其實也是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那唇膜的部分呢 這種唇膜就是 專櫃價應該都是要 接近一千塊吧 我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要七百多塊這一瓶 那如果說 有些牌子更高一點 像Chanel還是什麼東西 那可能都要更貴一點點 那我覺得凡士林就可以拿來做不錯的唇膜 就是你可以先利用手邊的保濕化妝水 然後搭配化妝棉 先幫你的嘴唇做簡單的試敷 你可以敷個大概五到十分鐘左右 然後再把化妝棉拿掉 之後你再後敷一層凡士林 這樣子也一樣可以達到唇膜的效果 就是如果說你覺得 你不想要花那麼多錢去買這種唇膜的話 其實我覺得凡士林就可以提供一個 還蠻萬用的效果 它不僅可以當去角質霜 它也可以當唇膜 所以這個還蠻好用的 所以我現在還會買一大罐回來用 那以上就是一些簡單居家的唇部保養動作 那我剛剛擦這個唇膜 因為我現在要再用其他的產品 所以我要先把它擦掉 好這樣子就先把剛剛的唇膜稍微擦掉了 其實我一直覺得嘴唇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你只要做一些簡單的保養 你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嘴唇那個柔嫩度的感覺有提升 除了你也不會那麼明顯的感覺 那再來要跟你們分享的這個呢 應該算是化妝品的部分了吧 就是這個 愛杜莎的草本修護護唇精華棒 因為我們通常幫臉部做完保養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上妝 我們首先第一個步驟會是什麼 做防曬 那我覺得可能我以前也都會忽略掉 幫嘴唇防曬這一點 所以才造成今天這個傷害 所以我要彌補這個傷害 我不能夠再讓這個傷害繼續下去 所以我現在買護唇膏我會買這種 它是有防曬係數的護唇膏 那這支護唇膏它的防曬係數好像有 給你們看 它有SPF17的防曬係數 然後PA兩個加 那我記得愛杜莎這款護唇膏 有防曬係數的護唇膏好像有出兩種 一種是這種綠色包裝 然後另外一種是粉紅色包裝 那我會選綠色包裝的原因 好像是因為它有添加一些什麼草本修護成分 它後面是有說它可以預防唇部暗沉 我是不曉得啦 但我覺得就衝了這一點 因為我有暗沉的困擾嘛 那我就覺得那我應該比較適合用這款護唇膏 所以我後來就是決定買這款護唇膏 那就是在擦唇彩前呢 先幫嘴唇做一個打底 然後順便增加一點點防曬 好那擦完護唇膏之後呢 接下來就可以開始來擦唇彩 我覺得就像幫臉化妝一樣 你在化妝之前一定會先做保養 然後再擦防曬或是有防曬係數的隔離霜 然後之後再開始上底妝 那我覺得對待嘴唇也應該要是這樣子的步驟 那接下來就要來跟你們分享 我最近入手的一些唇彩的部分 首先是這一款 它是妙巴黎的唇彩 那這個色號好像是5號 它是比較淘粉紅帶紫的感覺 你們有發現就是我把後面的電燈關掉了嗎 因為我發現我房間的黃光會有時候會影響到影片的顏色 所以我先把燈關掉 那我現在先擦這款妙巴黎的唇彩給你們看 我先做試色 你看它的顏色 它的顏色就是很韓系很有個性 那種桃子紅色 非常非常的有個性 看得到嗎 它的顏色還蠻顯色 只是我覺得妙巴黎這款唇彩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一樣的感覺 就是它有一點點 怪怪的味道 它也不是什麼香香的味道 它是有一種很像塑膠的味道 所以我不是很喜歡它的味道 雖然說我很喜歡它的顏色 但我覺得就是味道要稍微忍受一下 那我先擦在嘴唇上面 那像這種比較有個性的顏色 我通常不會整個塗滿 我會像這樣子 先擦在內唇半 像這樣 然後稍微抿一抿 把顏色抿開來 如果你在擦這種很搶眼的桃紅色的時候 你不希望看起來太有個性的時候 你就可以利用這種方法 就是稍微讓唇線的邊緣稍微模糊一點點 這樣子唇彩感覺就不會太有距離感 那如果你抿完之後覺得 哪裡的顏色還不夠的話 就是再補上去就好了 好就是像這樣 它這個顏色呢 就是很有個性的桃子紅色 我覺得它是一款需要搭配完整的底妝 跟完整的眼妝跟眉毛 就是要以整個完整的妝容 再去搭配這種顏色的唇彩 你才不會覺得這個唇彩的顏色太過的突兀 應該這樣子形容才對 那我覺得這種桃子紅色其實也蠻適合秋冬的啦 就是很適合那種很有個性的眼線的那種眼妝 這款也蠻適合搭配這種桃子紅色的唇彩 我拉鏡給你們看 像這個顏色 好那這就是第一款妙巴黎的唇彩 那接下來要來分享的第二款是這個 它是Etude House的甜心染唇彩 這支應該大家都還蠻熟悉的吧 那我買的色號是RD302 302那個色號 因為它這個系列的唇彩好像有分橘色系跟紅色系 然後它好像還有另外一款是比較粉色系的感覺 那我買的這款就是比較偏紅色系 那我一樣先做刷色給你們看 它這款唇膏就是會設計成 一邊是淺色一邊是深色 這個淺色這個顏色真的超美 我就是看上這個淺色我才買的 我第一次會因為看上淺色我才買這種唇彩 它有點像豆沙加上蜜桃色那個感覺 超級超級有氣質 而且很襯膚色 就會覺得膚色好像變很白的感覺 那它深色這一頭呢 它深色這一頭我覺得就比較普通一點 就是一般的紅色 就是紅色好像也沒有什麼好形容 它就是紅色 不會偏深紅色的 然後也不是橘紅色 它就是正紅色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顏色它單擦也很好看 它單擦也可以 然後你也可以把這兩個互相做疊擦 那我一樣先畫在嘴巴上面給你們看 那我先擦淺色的這一邊 淺色這邊真的顏色超美的 你看淺色這邊它單擦就超好看的 你不會覺得說就是有些淺色它會設計得太淺 可能襯不出我們這種比較偏黃的膚色 但是它這邊的這個淺色 它就是那種豆沙色加上蜜桃色的感覺 它就算單擦還是超好看的一個顏色 超好看的這個顏色對不對 好再來呢 我要利用比較深色的這一頭 來做一個雙色染唇的感覺 那紅色這一頭我通常是不會用太多 我就是利用一點點 然後局部的點在內唇瓣這邊 像這樣 先點上去 然後呢 再把它抿一抿 讓它兩個顏色的邊界可以更自然柔和一點點 這個漸層超美的 你看 對不對 這個顏色真的很好看 我超喜歡這個顏色 然後它這個系列的RD303也很好看 RD303是比較再深一點點的紅色 那隻顏色很好看 我先讓它靜一點 我看 這個顏色真的是超美 超美 雖然說我覺得它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這種 我覺得這種 叫什麼唇釉還是唇蜜 反正就是這種唇彩 它 在它完全乾之前 它會比較容易沾牙齒 所以 你在擦完這種唇彩之後 你可以先利用棉花瓣或是衛生紙 稍微的把比較接近內唇瓣 靠近牙齒位置的嘴唇 先把那邊多餘的唇彩給擦掉 這樣子你就比較不用擔心它印到牙齒上面 這顏色真的很好看對不對 這顏色很好看 那最後要跟你們分享的一款唇彩 就是這款 它是Innisfree的 然後這款唇彩叫做超服貼膨唇蜜 它是唇蜜 但我覺得它比較像唇釉那種質地 因為它沒有像唇蜜那麼的黏 然後這款唇蜜是我 無意間在逛Innisfree的時候發現的 因為我前幾天看了那個 某個網頁的新聞 就是說韓國現在正在流行 楓葉色的東西的彩妝 因為像去年秋冬就流行乾燥玫瑰色嘛 所以很多牌子都出了乾燥玫瑰色眼妝 乾燥玫瑰色的唇彩等等 那今年它們的流行色好像是楓葉色 所以Innisfree好像出了一系列楓葉色的唇膏 但是我那天去逛 我沒有看到那個楓葉色的唇膏 反正我就找蠻久 那我無意間發現這支唇蜜 它的顏色還蠻符合我心目中對於楓葉色的期待 所以我就買了 那我先試色給你們看 就是你看它是這種質地 它也不是像唇蜜那種透明的 我覺得它比較像唇釉一點點 我刷在這邊 它有點像豆沙色的感覺 豆沙色再加一點點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欸 有點像再加了橘紅色在裡面的感覺 它不單單是豆沙色 給你們看 這顏色 這樣有對照膠嗎 有 它是一個還蠻有氣質 而且襯膚色的顏色 這樣對照下來感覺 膚色好像變蠻白的齁 這個顏色 我比較少有這種顏色的唇彩 好那我一樣先把嘴巴給卸掉 再試這款唇彩給你們看 好那這種唇蜜它的用量 我一樣不會用太多 就是先用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我一樣要利用指刷在內唇半的那種方式去上妝 先塗這樣子 就塗在內側就好了 然後眯一眯 然後覺得顏色不夠的話 再補上去就好了 它擦好之後就是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超美的 我其實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它 我先拉近給你們看 超美的對不對 這個顏色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這個顏色 但我覺得它是一款 很有氣質的顏色 就是它會比 該怎麼講 我覺得它沒有像橘紅色那麼的有個性 但是它又比 豆沙色 單純的豆沙色來的 有一點點成熟感的感覺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但是我覺得這個顏色 它算是一款 它雖然說顏色還蠻顯色 但是它感覺會讓整個妝感是呈現一種 比較自然紅潤的感覺 它不會太搶眼 所以我覺得這個顏色 我有點打到飽的感覺 我還蠻喜歡的 看這個顏色 它有點像枫葉那種橘紅色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棕色 再加上一點點豆沙色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算是一款 算是還蠻百搭的唇彩 所以我覺得這種枫葉色的唇膏 好像還意外的蠻襯膚色 如果它 真的過一陣子 有推出枫葉色那系列的唇膏 我覺得我應該會實性風 好那這三款就是我最近 新入手的一些霧面質感的唇彩啦 我在秋冬還蠻喜歡使用這種 比較霧面感的唇彩 因為看起來會比較 比較成熟 比較內斂一點的感覺 所以說如果你有推薦的品牌 或是推薦的色號 都歡迎你們 永遠跟我說 我只要有時間我都會去試用看看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 我最近新入手的一些唇部的保養品 然後還有唇彩 然後還有 對於嘴唇暗沉的人的一些困擾等等 然後還有我們自己可以在家做的 簡單的唇部保養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囉 希望你們喜歡 別忘了幫我的影片按個讚 再訂閱我頻道 掰掰